我们重点看第四课 这节课的作业 同学的问题 他问了这个问题 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 可以做到信神 就是信基督吗 这个问题你要了解 作者在说什么 作者是说犹太人 是吧 门徒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在讲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他们已经有耶和华 这个亚维这个概念了 旧约里面耶和华上帝 无论是这个耶和华还是亚维 有这个概念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在他们面前的这位拉比 这位是先知 还是那一位 他们困惑这个问题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那对于我们中国基督徒 中国人 我们信那个神就多了 对不对 每个人心里面的 你想的神 也没有规范的 对 你想天老爷 他还想着保家仙 什么胡仙 黄仙 妈祖 对不对 或者是自己的女神 财神 或者自己 自我崇拜 对不对 这个神太泛泛泛了 他不像犹太教 不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有拜偶像的情况下 以外族的神为神 正常的话 他们是单一东教 特别是贝鲁巴比伦归回之后 犹太人几乎再也没有犯 这种公开的拜偶像 这个罪 以前是又什么拜亚瑟拉 又拜什么巴黎 赖七八糟的 对不对 贝鲁巴比伦之后 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低级性的错误 所以他们拜独一的耶和华神 跟我们这个概念不一样 所以在现实当中 能做拿到中国现实的这个处境 是肯定做不到了 对不对 信神吧 信什么 信哪个神呢 那么多神 对不对 每个人心里都有 不止一个神 我们概念当着神 像以前 有一些老一辈 信耶稣吧 为什么信耶稣 信羊教一听耶稣就是羊教 肯定不是中国人 信天老爷吧 耶稣就是天老爷 那我干嘛要信耶稣 我早就信天老爷 我一直信得很虔诚 初一十五的造坑前 也烧一烧 捣鼓捣鼓 是吧 干嘛要费劲去教堂 去信那个挂着羊教的 羊人的名字 这是中国人的概念 耶稣 那个天老爷呢 所以他不是一个概念 就不要往一块扯 把自己搞得很尴尬 耶稣就是天老爷 那何必信耶稣呢 不用谢耶稣 我一直在信呢 那么为什么让我离弃 天老爷信耶稣呢 这个得解决嘛 他不同在哪 所以信神 在中国这种处境里 信神 这个中国是犯神嘛 民间宗教 各种假神多 神这种概念 分不同等级 人死了以后弄不好 还成神呢 对不对 那么称仙称神 这个中国是犯神论 很乱的 所以在中国这种处境 是不可能的 所以注意读 你要问问题 除非你是从 读懂了书的内容之后 你在考虑 你的处境的时候 这样可以 不要一读 就马上想到自己的处境 这样的话 容易把书本身的内容忽略掉 啊哈 感谢观看